辽宁把上海给怼了 上海主要是什么呢 本来这事也没事 就是有好事者就把上海把腐乱的蔬菜什么的东西产着给扔了 一看是辽宁那块支援上海的物资 上海就说了 说甩锅嘛 全国一盘棋 全国大甩锅 上海这边啪这锅甩给辽宁了 说拉来就烂了 我这个没办法用 我这个就给它铲了 然后辽宁那块就急了 说我操他妈大老远的给你 辛辛苦苦的给你运过去 我这司机被贴了封条 然后怎么着怎么着的 你结果给我弄这故事 直接人家说了 说不是 我这是全部冷链运输 而且我有路线为证 说真的 这个我必须得承认 你别说 辽宁这块这个官啊 干别的不行 这个防止自己 剥扣自己脑袋上这手艺还不错 但是我估摸着他也是了解了 这个上海这边官员的这个尿性 这个调性呢 大概而言呢 就是全国都这样吧 也不能说了解上海 就是你只要现在干这活 你要想不被把这锅扣头上 你呢就必须得是做好各种准备 这你别说他们了 就连我们圣上都都喜欢甩锅 但是呢 圣上甩无可甩 那这个锅 那你 你绝对的权利 你要绝对 你要有负着绝对的责任 对吧 你不能够说你完全只有这权利 不要责任的 对不对 那我们圣上就非常不幸的脑袋上这一落 跟宝塔似的 就落了一堆锅 然后呢 那各种各样大小型号 如果从大到小 你就看着 我们圣上就跟那个 我前两天说了 泰国那个仇神 那个舞蹈似的 跳来跳去的 那个上头一台阶 你就看着我们圣上脑袋上的锅 就这么可爱 这个呢 当然是一回事 还有一个呢 就是云南那边呢 也干了一事 也这种东西呢 都也也都是干的挺挺挺牛逼的 要我说挺牛逼的 他自己啊 这个支援上海家物资里边啊 复了一检测清单 就是检测清单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个我这东西 我都受过 我都检测了 他有什么 没问题啊 这个有没毛病 然后呢 这个包括没有病毒 转手这清单起到另外一个 让人想不到的作用 就是呢 东西没了 他能照着清单来对 这个东西 虽然说你也可以说 你没往里装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毕竟甩锅很难甩得了 缺在这两种 那两种呢 是那个铁皮石壶 跟这个茶叶 这两种 其实呢 对民生来讲 没啥大用 尤其铁皮石壶这玩意儿啊 说白了呢 算是一种保健品吧 你把它当保健品也行 那东西我吃过 我还专门去 去看过那生产基地 至于说那东西有多牛逼 这真是说不上啊 这个说不上的东西 然后呢 那这些东西没了 你就看 里边所有一堆的东西啊 高价的东西没了 那您就可以想象 在这个整个的物流当中 这个箱子拆没拆 拆完以后拿走的 大家都明白 哪个东西的价格高 哎 铁皮石壶没了 茶叶没了 当然也不是全没 有些呢是铁皮石壶没了 有些是茶叶没了 有些是两样都没了 大概呢 就是说还是有明白人吧 只能说 这个有人愿意弄这事 你也没办法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你会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指一好玩 但是呢 重点在于哪呢 重点在于 您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所有的 这个政治生态上的一些 微观政治生态上的 一些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呢 这个 这个 辽宁这块 对吧 一说起来 说你别给我甩锅 那我一定要全程留证 我就知道你这块会出毛病 那上海为什么说这回这个蔬菜就这么着开给烂掉了呢 那肯定是你上海那边出的问题 这我们都知道上海出哪问题了 就是原本该能够提供上海最基础生存物资的这些公司 基本上都给疯了 就当然是一开始啊 现在开始渐渐开始复工了 但是你也必须承认 是吧 中共就是共产党也有好人嘛 对吧 这个中共官员也不全是傻逼嘛 那你要有这个基本认知 那现在呢 他肯定就开始已经把这个东西渐渐的让这些专业的东西 专业人士专业团队专业公司入场了 让你重新恢复你的这个运作 那现在可能会好一些 可是呢 在那个时间段上呢 他就完全不想这件事 结果呢 放在那儿就直接烂掉了 我看着他们有人去那个130多个车皮啊 还是310多个车皮 然后直接就只能把自己家的库房填满 其他物资根本就卸不下来 也无法送到老百姓手上 这还是在那个大的物流那一块 就是主血管那一块 就是说呢 你还到不了一个库房 那到了库房 到了各个小区 到罗门口呢 最后那几十米 你有可能都送不进去 这个整体就像一个那个贪吃蛇整个脱节 你看那每个节都每个节 您看着你要玩贪吃蛇 您看着 那每个节每个节都是什么的 不穿在一块 这就没法玩了 是吧 那会上海就再出于这种状态 那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 你肯定就是说 这边是出问题了吧 但是呢 我们全国一盘棋的这个甩锅活动 这个肯定是各处往各处甩 那辽宁那甩锅甩你这块 你怎么办 所以呢 辽宁这块干别的可能会差 但是呢 当官非常明白 就把这锅甩回去了 反正我这有证据 云南这也是吗 虽然他原本最初的这个设想 肯定不是说给你拉一个购物清单 你知道吧 运送清单 他原本的意思说 老子这他妈的也是甩锅 我跟你说 这怎么甩的 就是说我这都做个检测了 你别他妈下回跟我说 你这疫情跟我有关系 你我这我这个我这物品在这 说给你带来疫情 或者你有什么感染 跟我可没关系 我说检测完了 大概原本的意思呢 也是甩锅 只不过呢 这锅呢有点怪 就是原本这个锅 想甩到另外一个方向上 结果呢 一转式 等于是那个 你可以把它当做那个 什么什么燕尾镖之类的东西 喷一转式 反正打着了 就正好又赶上了 这个东西啊 就是都是这 都是这样 这是微观的一个政治生态 一个体现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啊 就是这些年 有一个特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就是你干事啊 实际上而言越难了 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我们当今圣上 这个登基建座以来呀 他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不太让人干事 你干的事越多 就容易出事 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毛病 原本呢 原来你还记得 那个胡锡进老师 说过这个适度的腐败 其实是一种润滑剂呀 在一个怎么说呢 在一个整体的威权社会当中 你的很多的行政机构啊 他会拿这个自己的权利呢 进行这个要件 然后你要购买他的这个行政许可 对吧 那只要有这种情况出现 你肯定的来讲 你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这个成本其实就是腐败成本 但是呢 它是一个威权机构 而且经济出于上升期 大家呢 愿意付出这个成本 起码我能够把事干了 我能挣着钱 这个呢 是一个好事 就是说 在这个体系之下 这是一个最不坏的结果 只能是这么说啊 因为我不能说这个 这个贪污腐败是件好事 这肯定不是好事 那但是 哎呦 我说 哎 这是没办法呀 这个贪污腐败肯定不是件好事 但是你的制度设计本身 它就天然蕴含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结构 就是所谓的那个绝对的权利 倒是绝对的腐败 那你要干事 那你腐败肯定要成为一种热化剂 它让这个社会呢 在那种严丝合缝的这种状态下 如果你要是不干这事 你好多是干不下去 那它能够运转 这个东西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您做过生意 您肯定就能明白 那首先 我给这 给人的这些钱 我或者是购物卡 或者是其他东西 我呢 能够让你少少有麻烦 我负责这点成本呢 我可以呢 从那个整个社会 我对销售上来找回来 对吧 那老百姓等于是多负担一部分成本 这些东西 那没办法 为了这个做生意 大家都只能这么干事 所以呢 那会儿胡锡进这句话 胡锡进老师这句话 其实在中国的现行 那会儿的现行体制下 不是问题 这句话说得很早 他大概得有十年前 说的这句话 十多年前说的这句话 然后呢 当然您可以查一下 我有点忘了 可是后来这些年吧 就是呢 我们圣上啊 就是 您也知道我老说吗 粪坑里打仓 他老觉得吧 说这个 为什么仓这么多呀 这个我打不干净啊 我奋力去打 就是愚蠢 那个质朴而勤劳的人 必须得开除 这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他不追究 这个粪坑是怎么回事 他呢 只说呢 就是说我得打这苍蝇 那能打得了吗 是吧 你满地开花的苍蝇 结果呢 高压去把这一苍蝇 给压住之后 您像你比如上海这块吧 它就原本是高压 而且呢 包括上海本身那种文化 它这个上海这块的苍蝇 比较少 那些底层的这些官吏们呢 不太敢真正去 拿这钱 但只要是说 一管制一放松 绝对的权力之手一进来 你看这回 一下出了多少事 对吧 这个他马上苍蝇 嗡一下就起来了 那只能说明 就是说 上海这个原本 它还是粪坑的一部分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中国没有逃 中国大陆这块没有逃开的 那像这样的情况 你等于是高压 把这东西压下去了 可是呢 很多事呢 你也不敢干了 就是很多的突破 原本我是有好处 对吧 我还可以去突破 现在呢 除了这个 除了这边的 就默认的这个 这些东西 钱你收不到了 是吧 那些突破我也不干了 一旦突破 那如果你不管是政策上 政策上的 还是各种各样 灵活的这种地方的举措 我只要是一出问题 我就 您可以前三十年 艰辛探索 对吧 后三十年辉煌成就 我他妈的三十年 然后判我二十年 我就进去了 这能干吗 这肯定就不干了 所以现在 有一特别好玩的事 就是在于 官场上啊 个个都在甩锅 每个人脑袋上 都有一微型的小宝塔 锅灶的 小宝塔 由锅构成小宝塔 跟我们圣上那个 脑袋上 我不是 不是对圣上布公啊 胳膊上压了一只 特别沉的大胖猫 真的是拱不起手来 那个 这样的情况一出现 就是说 那整个全都是锅 大家全脑袋上 全一堆的锅 那从上到下全是 所以呢 现在而言 我们目前的这官场 就是你想去 真正去突破 去那个 去改革 去做一些事情 润滑机也没了 这个胆子也没了 就是我们生上这些年 尤其是这些年 就是根本 就没有 你就是干活越来越费劲 大概就是这样 这也就养成了我们官场这边的 各种各样的习惯 就比如说像辽宁送个菜呀 他也要给留个视频证据 就先把这事 我至少 先稳住 然后咱再说 这先用这种方式 把自己先摘出去 这我们就摘出去 对吧 摘出去以后 咱再提其他的 所以呢 就是说这些年在国内呀 你就是说 你会发现官吏 确实更按规矩办事了 但是中国这规矩 或者说法律 或者这些东西 好使不好使呢 那这事就不好讲了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那个 我老说这税的事 那原本说各地 有各地的那个规定 我比如说 你就是额定 额定征收 对吧 我只要用这种方式 我可以那个给一些优惠 发展我地方经济 虽然说看上去 国家税务受到损失 但实际上呢 它带来更多的一些东西 在我这民生方面 那这是件好事吧 就至少是一好坏 参半的事吧 哎 我们圣上夸击 那个大饼 大饼一翻 王八 王八 不是王八 王八全一轮 然后花给打了 那整个一个行业 现在说起来的话 你比如说像 直播带货这种行业 给打成这个德行 那怎么办 你一点招都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 它整体的把这个 一点的这种自由的 自由的度 官员在执政的时候 就是说民政的时候 它有一个自由财量的一个度 就基本上给压缩没了 我们圣上就所有东西 它一定不让你有这个度 这也是他的最希望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就最好是像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像一个机器似的 每个位置都合适 每个东西都润滑的很好 然后光丢光丢完全走 这在人类社会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 你别说你这种僵化体制了 他妈的了 美国也做不到这事 所以呢 那现在中国很多的事 干不了 这个是现在中国 特别有意思 一个政治生态一个表现 这个可以大家呢 平时 您如果还在国内 或者与国内做生意 您看看自己的 这个这种生意的困难程度 然后您再回过来 听我这段话 您觉得是不是有道理 好 谢谢大家 跟大家下聊聊 我这 我接着录猫 接着录猫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